风阵 大克阵 对面的地大克了观战方的风 我听到的战斗声音有些略小 你们如果觉得小我稍微调整一下 如果不小的话我们就正常开 对面是双法神木灵 两个神木灵的阵容 主战方这边的话上了一个无底洞 这个门派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技能 就是头上的这个冒金光的技能 叫金身舍利 效果非常的好 完全克制传统法系 他的法防非常的多 将近半个罗汉的效果 而且他还可以跟整个罗汉的效果所叠加 也就是说无底洞这个门派是我认为 一直也是我认为最克制传统法系的门派 不管是他的金蝉的护盾 还是金身舍利的一个法防效果 都非常克制目前版本的高法防 高法上输出的位置 包括提琴在内 兄弟们这波大改 我感觉最终的得力者可能就只有无底洞 以后你们看到的比赛 应该会看到无底洞 相信我 一个作为主播的职业判断 好 我们看一下关键房 关键房这边上了蜂脉无底 上了蜂脉磐寺 辅助带化身 关键房这边物理带湿坨 法器带魔方撤 面对对面这套阵容 主战方这边的双风 在扫尺可能是要 先进行反风操作的 因为一速没在自己的手里 完善了魔方寸去叠状态 现在魔方寸有两种 一种是炼魂 炼魂都有 一种是分身的魔方寸 一种是不分身的魔方寸 不分身的魔方寸 它每秒一次都会叠一层 炼魂的那个雷霆的状态 这个魔方寸看的太少 所以讲起来有一些二口 每秒一次会叠一层 雷霆的状态 当他秒五次的时候就会有一次不分零的秒五 当然他这条静脉跟方寸的分身静脉冲突 所以我们得先确定主战这边是走哪条路线的 相对而言说对吧 主播更加希望他是走分身路线的 中会论道反正都有 分身加法上 中会论道加法上 他秒出去就已经够下了 有分身在能保证出手 对面毕竟还有一个错乱的天空在手上 好比赛第四个会合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 这两天你们五神坛刚刚看完 心里的话应该对五神坛 等那些比赛的话 暂时会有一些心理抵触 所以今天作为合格的主播 我们找了一些另类的比赛来观看 现在你们看的比赛就是属于另类的比赛 它不属于常规阵容 尤其是魔方寸这个点 基本上是用不起来的 但是有一些个别队伍用起来 也非常的好看 好比赛五分了 观战方有能力抢速度吗 风阵跟地震的速度加持都只有10% 对面的唯一速度位给了武装 主战方的两个速度位拿了二速跟三速 欢迎抽个棒水 一想起棒水这两个子我就觉得很棒水 欢迎挨八五大哥 两个法神木铃 在观战方没有罗汉 只有金身手力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全秒秒起来 武装方这边明显现在在叠状态 你得给观战方压力 两回合的金身 观战方又急一下看到了怒婷 兄弟们 我怀疑现在的方寸山点的都是怒婷 而不是分身 他这里有一个说法兄弟们 我给你们分析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就是在关键时刻 他是把怒婷状态 跌到四回合或者五回合的时候 就是人要不取秒 他不把秒五先秒掉 在跌到四层怒婷或者五层怒婷的时候 去起重盔论道 这样的话他就会有一个70%法伤的不分零的秒五 打瞬间输出 他的操作方式的话 有一些类似于现在版本神武灵的风卷残云 但是比风卷残云要凶 不分零法伤加持秒五 然这需要叠加状态 我们看一下观战方是不是这么打 故里带的是尸陀 有可能就是想要抓这样的一把大面杉 第一场魔方寸 他到底怎么打我们谁都不知道 第三六回合 观战方每秒一次 身上都会有一层怒婷的状态 我刚给你们解释过了 所以你们应该会看得懂 第一场开完之后 第二场你们就更加清晰了 比赛机会了 刚刚说的一速来玩笑里 反而放二速为被笑 但是没有笑掉 比赛太蓝是啥 魔方寸丢的技能吗 如果是魔方寸丢的技能 我没有去告诉你们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我并不是全部都知道的 兄弟们 有一些比较冷门的技能 有一些比较冷门的门派 有冷门的门派丢出来的冷门技能 我可能会不认识 但大部分我都是认识的 有个兄弟告诉你们 比赛太蓝 作用是偷取对面的状态 什么状态呢 血条蓝条 黄条 还是说偷取他的一个分路点呢 激情点呢 会玩啊 比赛太蓝 把对面的秘论偷到自己身上来了 这要是偷魔王的话 可以把牛镜偷上来了 魔方寸丢身上有六回合的秘论 这个技能 它出现了一次 下一次我一定会记得 因为给我印象很深刻 龙宫的龙战鱼也应该是偷不了的 龙王战的牛镜应该可以偷 龙战鱼也是龙宫的化身技能 龙战也能偷是吧 这有点霸道啊 它龙战鱼也能偷的话 确实是有 有点霸道 有秘论 自己的法伤有加持 把对面的秘论偷掉 对面神木灵自己好像没有秘论了 自己身上也还有秘论 就是偷了之后 对面身上的秘论是重新起的 还是偷了之后还继续保持的呀 魔方错了三层露停 四层露停了 就刚刚重新起 说明的话关键方偷过去 对面的话自己就会没有掉 会偷到自己人身上 你在发现玩动作了 兄弟们 魔方错了四层露停 关键方玩了一个笑领 就打算控对面罗汉金舟 保持头领飞机了 只不过这样兄弟们 因为这场比赛 还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场魔方寸的比赛 所以主播也是属于探索阶段 我们也不确定关键方会怎么打 看完第一场 我们就知道关键方怎么打了 比赛是会合 关键方露停已经满了 不知道是直接秒还是重溃乱道 因为比赛回合还不够强 如果关键方这边这个时候去起重溃 牺牲自己所有的水条 陷阱成一滴血 来换一个五回合的重溃乱道 你们觉得好啊算吗 得看关键方画生寺的出手环境怎么样 如画生寺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环境 兄弟们 这个时候你去 把那个重溃乱道给用掉 明显是不太合理的 东西又是在对面 关键方这边开始 配合一个空秒五不起中魁 应该是石头岭飞机 加上 魔方寸的秒五出去 因为被大客的原因 伤害的话有所降低 刚刚说完 神明他报了七千 你们将看到的是 秒五的魔方寸 他因为点怒停状态 兄弟们 你们今天比赛看到 秒五会很多次 不是说好不分零吗 为什么这把秒五秒出去 都数据这么低呢 两千多的数据 神明空秒都秒出来了个 如果他不分零的情况下 秒五个两千 那你秒二的时候 就应该是两个两千 但是官方那边的解释 以及兄弟们给我的解释 五层怒停的秒五是不分零的 不会因为多秒了三个位置 而减低自己的法声 好比赛第十二个回合 魔方寸的纠极技能 终极技能是那个炼魂武克 就是身上触发羽毛往上翘 那时候可以固定秒四 而且也是不分零的 但是在早期 或者说是在后期吧 你触发练魂 因为五个位置都有练魂状态 都死过 而且都经过魔方寸的手 那时候的比赛 你出秒四也只是锦上添花 所以要改变当成格局 想要出现优势 魔方寸这个技能的 魔方寸这个门派的技能 最好的使用方式 仍然是中魁论道 献祭所有的血条 保留异地 人物法上加70% 持续五回合 感觉应该有一定条件 可以去骑了 尤其是化身子 人心好像已经满了 化身子如果已经满人心了 你现在去骑有什么关系呢 给他搞一个呗 搞一个中魁论道 搞一个飞机 正常比赛就可以结束 欢迎晚点回你消息 欢迎什么来到直播间 如果你们每天这个点 都是有在寻找我的 你们应该能看到 旁边的热度非常的低 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你们在我刚开播 前面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 你们都是不能在推荐位上 找到我的 这样至少不会错过任何一场比赛 找得到最好 第十四个回合 现在我的这个热度 我已经不想说啥了 只需差不多半年了 这个慢慢就已经习惯好 就被罗汉金钟接起来 这罗汉金钟一补 主战军的魔方寸的数据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两边都接罗汉 嘟嘟金牌杀手 记一下这个魔方寸吧 兄弟们 在现在版本里 你还能找到一个这样的魔方寸 其实挺不容易的 然后倒两个 好之前 有想受到罗汉 主战这边居然会有地厅 魔天宫现在应该没什么用 魔天宫除了那个最近加强的那个天雷引渡以外 都很小 还不如魔方寸呢 魔方寸至少有爆发性技能 终会论到 魔天宫是没有的 他起了天雷引柱 可以秒六好像 我的起一个是秒 多秒一个还是怎么样 很久没看了 我有点记不清啊 好像是天雷引柱 可以让魔天宫秒六一次 然后起两个天雷引柱的话 可以连续两次秒六 应该是这样子 但他没有魔方寸额外的技能 是秒六个还是秒四个 反正是加一或者加三 但其实也不用记 魔天宫人都看不见了 都快灭门了 第十六个 关键方这样打的话 对面的恋魂估计要打出来了 天机城暂时不会起来的 这个门派是独留 如果真起来的话 比赛的暴力程度会降低很多 相对以前而言 那会儿我最黑暗的时刻 我不知道我直播间 现在的兄弟 有没有陪我一起度过 持续了将近三个月 还是四个月 那是我直播生涯 最黑暗的时刻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服务器 用的都是天机城 用天机城也就算了 还带女麻木 就所有的豪门 你们能想到的 都是天机城下女麻木 完事了 当时还没有灵源 没有笛子 没有地听 一场比赛 上来就是摸七十个回合 瞬间把我心态给摸炸了 那三四个月 我是每天都给你们播暴力比赛 没有的服务队我都不看 最黑暗等了四个月 最后面天机城被削了之后 就好了 到最后女麻木也不行了 现在的比赛就好看太多了 好18回合 进去搜索当前这个 想马会把你拉进去了 一把三的 一把三的无级别 做梦梦到的出的无级别 人都还在上厕所呢 突然间有感应 新生感应 要出一把三的杀猪刀 完了我就让小马给我鉴定了一把 很有意思的 相当于我虽然人还没来直播 但群里已经开始有我的身影在直播了 第19个回合 我不相信观察方不起众会论到 然后就醒了呀 然后我还正准备在这边开直播呢 群里的兄弟就跟我说 在公屏上说了 心里要你拉了 心里非常的不高兴 六百万没了 幸亏我拉着小舅子占了一半 不然我得亏一千两百万 丽天机这个版的 除非丽天机他现在不打那个 针锋相对的战术 还是可以的 如果丽天机打针锋相对 那就没有意思了 那是一个减伤技能 不是增加自己伤害 是减低对面伤害的 你减我来我减你 大家互相减 铃银不需要用 雷霆木霆五层 可以秒五 这场比赛观察方不用打中葵了 两个法系对于观察方 这边的影响太小 神木灵就像 在这种状态下 就是刮杀的 你就比如说对面这个神木灵了 你就是要 复战一线神木灵过来秒 就观察方这个状态 他也是秒不动的 我听说历天机已经没有征送了 罗汉金钟加上精神舍利 这两个状态相互叠加在一起 对战方那边是不可能秒的进来的 你没有数据 能拨动一下五千 五百一千 拨动到下限一百两百 导致观察方这边起中回起的效果 起出来的时候感觉对战方已经不行了 五层的怒停加上中回论道 这也是战方的打法 前面咱们有讲到过 因为这是魔方寸目前的惯用打法 叠到五层怒停 自己要秒五了 然后起个中回论道加法伤 这样子就会有一把秒五 而且不会降低法伤 而且还加了中回论道的伤害 这把秒五不要抢人头 师父你给我防御 不要抢人头 一切的一切交给魔方寸可以吗 天空封掉他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 给你关键时刻封一次 没有封进去 我希望在这部魔方寸出手之前 对战方那边的状态能够更加的好 越好越好 状态能够保持到最佳 别飞吧 飞了 介于这两天五神坛刚刚过完 所以作为合格的主播 今天我是不会 昨天我不五神坛的那种赛事一样的 我已经有点后悔了 今天我们肯定是看另类的比赛 先切魔方寸 如果说你们想要看龙宫 等魔方寸的比赛差不多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盲切龙宫 盲切 意思就是说 好的关键方表我出去来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队伍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打的怎么样 也不知道他是胜是负 就直接 胜率高不高 输的多不多 什么都不管 就直接盲切切进去 第22回合 来新人了兄弟们 全是群花呢 群花呢 胖西胖西 你这名字为什么叫胖西 出来招待一下 军事进新人了 快快快 欢迎霓裳来到直播间 我不喊喊你 我怕你已经睡着了 直播间的兄弟们 露停状态没了 但是终会论到状态还在 不怕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兄弟们还行啊 至少这个魔方圈 在我看来 所有我想要看到的技能 都已经出现了 不是说你是群花吗 感觉魔方圈的伤害低了 是吧 这场比赛 关家方是被大克的原因吧 魔方圈的伤害确实是 没有爆炸的非常高 没有打出来非常非常高的 魔方圈数据 那现在你想要看到 怎样的魔方圈才算高呢 不好说啊 你怎样的魔方圈才 一定算是高的数据 呃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